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,连日来内蒙古自治区霍浩特市开展大规模核酸检测,随着当地检测量的增多,一个日核酸样本检测量达30万人份的核酸检测黑科技火眼实验室迅速在内蒙古体育馆建成。 10月27日,记者实地探访了火眼实验室所在现场。在体育馆篮球场中,五个白色充气状的仓房毅然处理,仓内核酸样本检测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。 我们也是在临时去全国各地抽调这个仪器设备和器膜。在通过24小时时间,我们基本上是从武汉、深圳、天津、北京等地去集合用过来的。 在25号的时候开始搭建,是26号凌晨已经搭建完成。 记者了解到,这些白色气膜仓房分别承担着试剂准备、扫码取样、提取、扩增的实验检测任务。 日检测通量3万单管,每日最高可检测样本达到30万人份。为护和浩特市的核酸检测工作,提速增效。 这个速度源于说我们整个搭建的过程中,气膜因为它这个落地性很强,也可以适合就是这种大规模人群筛查。 同时呢,我们这个检测通量这么大,主要是意于我们有这个自主研发的一个自动化设备。 然后基本上在仓里面就是大部分工作是用自动化来完成,人只是做一些辅助的一个工作。 然后这样的话,就是我们的通量会有大大的一个提升。 现在的话,就是每天可以检测3万的一个日通量。 如果算到人份的话,就是每天可以做30万人份的这个检测通量。 当日下午,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。 目前,霍浩特市五个重点地区已进行核酸采样243万1025份。 初据检测结果186万3085份,全部为阴性,经过紧急动员。 目前,核酸检测物资、人员、设备已全部到位。 重点地区第二轮全员核酸检测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